A.D.张鸟为何会以出神为核心 名义选手纷纷被换下又是为什么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A.D.的近况 大家都知道今年K.P.P.出行赛比往年早了一个多月 正月初九就已开达 所以各大俱乐部选手都提早回归 甚至根本不能回家过年 因为赛训时间紧迫 年前各大俱乐部就早早开起了训练赛 A.D.超过会更不理外 而最近有执行者爆出A.D.赛训的情况 就是在赛训的过程中 只有大家出神几乎没有被换过 除了九成猫神这样的名义选手 连一诺都被换下过 曾经无人撼动的地位 在张鸟面前彻底稳不住了 而张鸟能让出神一直首发赛训 其他的严厉能迫使出神更加努力 并且张鸟很有可能认为出神的拉垮 与队友之间的协调出了问题 就曾经朱恒教练制线A.D.出神打野 无人帮的情况 其二出神是张鸟引荐A.D.买入的选手 一千万没有打出价值 张鸟似乎很不甘心 再加上A.D.的明星选手态度 想将其所有人真正的拧成一根绳子使劲 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才频频提供了替抚拳手 让其都有一定的危机感 用实力来争夺手发的位置 如今A.D.也只有张鸟有权力敢这样调整 也是A.D.走向冠军最好的办法 不管张鸟出于什么目的 以出神为核心 但出发点绝对是好的 在这个也非常相信张鸟作为主教练的能力 只要成绩被整 换掉明星选手又如何 毕竟队伍没成绩 明星选手也没有热度 对此小伙伴们认可张鸟的做法吗